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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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歌第一周 耳尖的胡彦斌 专注歌曲旋律 冷静果断 我可以做决定 暖心的谢安琪 唱下去绝不手软 七天的改歌行 一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办 两首歌我怎么选 但没有人能左右他们的决定 一切都由歌手自己定夺 最终胡彦斌大胆改编曲风独特的不敢 惊艳四座 谢安琪细密演绎深情聪明的可乐 感动全场 经过一周的网友投票 两首歌曲 谁将会成为获胜者 啊 乐想极致 乐想嗨歌 Vivo正的暑期 K歌之王X5 提示您关注本周嗨歌 结果发布 嗨歌节目上线第一周 有超过24万网友参与了获得 经过等讯视频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了不敢喝可乐的几个小秘密 喜欢不敢的诱惑年龄分布广泛 但是喜欢可乐的不是12岁以下的小鲜绕 就是40到50岁的妈妈粉 练了几分跨颜照 堪称迷合带头的利索 同时喜欢可乐的超过80%都是男性 八成哎 你们到底是在听歌还是看女神 真正见诚奇迹的是星座 最偏爱可乐的是金有座 而创作者赵玉成也是金有座 摩羯的用户中 有97.32%的人选择支持不敢 绝对的压倒新优势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首歌的创作者接量 也是摩羯座 瞬间相信星座的拥有 最终当选本周嗨歌的是 一首好歌能够被一个懂他的好歌手唱到 才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在思考 能不能有一个舞台 可以让一首好歌与懂他的人相遇 让好歌与好歌手能够在这里碰撞出最美的火花 今天我找到了他叫做嗨歌 听说你中了嗨歌之毒 此度一旦新入五脏六湖着实难解 哎呦 那么问题来了 自成嗨歌骨灰粉的你 到底就不知道 嗨歌怎么玩通关 只要搞清楚这些东东 你就可以轻松玩转嗨歌 关键词一 黄金集装箱 每期六个刻音集装箱 装着六个才华横溢的创作人 他们将等待当期两位歌手进入聆听作品 一旦歌手对创色动心 何需拉下闸门锁定 每个歌手限定选出两首作品 一旦集装箱亮起红灯 则意味自个已被锁定 他人不可再次进入 动作慢的判断力差的 随时都会与好歌失之交臂 关键词二 抬发时刻 七天之内 两位歌手将与四位创作人深度磨合 为小样穿上编曲外衣 至因发布前必须避掉一首 关键词三 发布舞台 发布时刻 歌手将残酷揭晓最终选中的一首 面对两位同样渴望成品的创作人 震撼开唱 关键词四 本周嗨歌 歌曲发布后 你的选择将决定哪一首歌 熔灯当周嗨歌 关键词五 年度嗨歌 七周之后 十四首嗨歌 同样也将由屏幕前的你 累计的投票支持率 最终决定 年首问鼎 年度嗨歌 对了 在嗨歌 你才是总导演 全力约等于无穷大